彭文正爆料說 總統已經偷偷打了輝瑞疫苗 偷偷打一個輝瑞 我想講這個話就 我想是 尚待證實 我覺得是過分的 我們今天新增的確診的案例 總共175例 其中174例是本土的確定的病例 那1例是境外 總共這裡面是新北市 81例 那台北市 62例 桃園市16例 基隆市7例 彰化線4例 新竹線2例 台中及花蓮各1例 整體看起來 這疫情的趨勢案例確實 漸漸在減少 那我們也感到很高興 不過還是要提醒 並沒有到 這種可以放鬆的時候 仍然這個病例數 仍然是很多 那我想各地方政府跟中央這邊 大家都一起努力 積極在控制 施打疫苗的時候 在居住地 戶籍地都可以 那不能夠要求說 就是說居住在這裡 那戶籍沒有設在這個地方 不准打 那這是不允許的 因為這樣子做的話 增加這個移動的風險 那這是沒有必要的 那這個禮拜 的禮拜二 或禮拜三 台北市 新北市 照原來第一次配送出去的劑量 我們再加發10% 中高風險的區域是包含 基隆 桃園 苗栗 台中 彰化 會加發5% 對於連江縣 離島交通不便 也配送不易 人口較少 醫療資源 缺乏 如果他一次去 他能夠打的對象群 非常的窄的話 那疫苗就很難做一個 有效的分配 所以我們讓他可以就是說 先加發 然後讓 他的一個目標的對象群來跟我們抱 那盡量可以弄得比較寬一點 那然後他的疫苗才不想 不會浪費 其實我們已經採購了 這高流量氧氣 鼻管系統 500臺 其中200臺會在今天交貨 那我們會盡快的 交到與臺灣鬆腔及重症醫學會協助 分配至有需求的醫院 民間有捐贈物資的 捐贈器材的 都非常多 我們都非常感謝 那醫療界也有感受到民間來的溫暖 現在網傳的主要是說 我們政府要 對於這個未認證過 然後效果也比國外差的 國產疫苗要開放讓民眾來接種 那這個要 澄清就是說 現在其實還沒有到開放施打 這個狀況 他事實上只是解盲 解盲之後 他需要經過跟AZ的這個 免疫橋接的這個試驗 來符合我們食藥署 EUA緊急授權的這些規定 並且經過專家審查 之後 他才能夠取得所謂的這個緊急授權 他也需要進一步的這些免疫橋接的試驗 那另外這些綜合抗體的效果 不論是 600多跟這個諾馬克3000多 這些數字都是需要在同一個實驗室裡面 跟這個其他的這個檢驗結果一起來比較 才能夠來比 不是說直接把600多跟 300 3000多來比 如果這樣來比的話 那事實上 這個600多還比AZ都高 所以還需要再做免疫橋接的 試驗 才能夠在月底這邊 有一個最後的結果 黃文正爆料說 總統已經偷偷打了輝瑞疫苗 輝瑞 這個 一定不會有啦 我幾乎敢這樣子講 那 當然總統有表達過 其實他的一個相關的 一個期待 那我想這個 就到時候再看 總統有他的自己的一個選擇 跟考量 偷偷打一個輝瑞 我想講這個話 就 我想是 尚待證實啦 我覺得是過分的啦 上海復興在股東大會上有表示說 就是 台灣不論是民間或者是官方採購BNT疫苗 都必須要透過復興 如果想要採購BNT疫苗的話 是否會因此而受阻 我們當然會尊重他的代理權 他這是一種商業的行為 但是我們也要真的是 也要期盼就是說 有這樣的代理權 也不要 干擾到我們購買疫苗了